刘密车,你现在有没有看到我们会场的情形? 透过网路视讯与律师咨询,省下交通往返的时间与金钱 这是由法律辅助基金会南投分会,于今天12日在县政府 正式开办以网路替代道路,原乡法律辅助计划 未来信义与仁爱乡的民众,有法律或是诉讼问题 只要事先预约,就可以在公所直接用视讯与律师交谈 相当的方便 很香的原住民乡亲,因为如果有法律问题要到南投来 可能一趟就要来回四个小时,两个小时以上 对他们来讲实在非常不方便 另一方面有一些是因为要工作 所以在整个生活状况方面,没办法去祝福这些酬劳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有一个请教的机会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今后原乡民众只要向信义与仁爱乡公所或是法律辅助协会 事先预约,透过网路与律师请教法律的问题 我们到原乡去做法律咨询 那么发现说我们原乡的朋友,他们有很多的法律的问题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夺到一个事实的一个解决 那我们也希望,那么大家告诉大家 把我们的这个视讯的法律服务 我们在礼拜二的下午,礼拜四的早上 那都可以到这个乡公所去 那找这个承办人员跟我们联系 那来做这个视讯的法律服务 法律辅助基金会南投分会长林一辉表示 目前在仁爱与信义乡是事办性质 未来将会努力扩大举办 造福全南投县的乡亲 在我们这个事办很成功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有扩大到这一个其他乡镇 我们甚至于扩大到就是说 把我们的这个视讯的这个账号我们公开 只要我们南投县的县名 那么他会操作这个电脑 那就可以跟我们联系 那我们在一个固定的时段 有这个律师在我们法律辅助基金会 南投分会来为这个我们整个县名 来做这个视讯的法律服务 网路的世界无远福建 透过视讯法律辅助 将可以克服以往天后与交通的影响 让偏远地区的居民 可以得到法律资源的帮助 省去以往的周车劳苦 大大便利民众的生活 明新闻秦汉文 县政府采访报导 县政府采访报导 好 好 好